這個做完整個身體都無力了 如果就是很害怕雲霄飛車的人 真的要非常小心 可以看到富士山的富士級樂園 也有超級刺激雲霄飛車跟超驚悚的鬼屋 來規劃尖叫聲不停的超豪華一日遊吧 富士級樂園位於山里縣 最方便的交通方式為購買來回的巴士加遊樂園一日券 大約9000塊日幣 可以直接從新宿車站坐到遊樂園附近 因為富士級樂園的人氣 建議大家搭乘早上7點多的巴士 然後在開園前到達遊樂園 可以在巴士上先買好鬼屋的門票 一張票4000塊日幣 最多可以四個人用 因為鬼屋很夯所以很快就賣光光了 我們選擇下午4點半到5點這段時間進鬼屋 在此之前先把雲霄飛車玩完 一入園先搶排雲霄飛車 這裡總共有四大雲霄飛車 但寶寶拍攝的時候 DOTOMPA正在維修 所以只排到三個 但如果時間不趕或有安排兩天一夜遊的話 可以在入園前先觀察卡斯伯和沙利小鎮 這裡歐風感十足 有很多商店和餐廳可以購物和休息 進到園區第一個看到的雲霄飛車 福基亞媽又稱為雲霄飛車之王 於1996年開始營運 這25年超過2500萬人次搭乘 高79公尺 然後最大落差70公尺 簡單來說就是從20層樓往下衝 最快速度約時速130公里 總長約2公里 整趟需要花一杯三分半才完成 這三分鐘真的是很煎熬 結束福基亞媽馬上接著玩高飛車 於2011年完成 特色為世界紀錄認定的121度最大浮衝 然後你就在下衝又往上衝 然後開始大迴轉 全長1000公尺時速100公里 接受約2分鐘的處罰 做完真的很腿軟喔 對了,這間雲霄飛車因為沒有辦法帶GoPro拍攝 所以大家可以參考官網YouTube頻道 就可以知道多可怕 結束高飛車時間大概中午 大家應該很餓吧 但這個時間大家應該都在吃中餐 所以先隨便買個不用排隊的食物衝擊一下 趕快去排下一個雲霄飛車 我們接下來玩的雲霄飛車 是園區最底部的 簡單來說就會4D的享受 由於座位本身就會旋轉 當雲霄飛車在鐵軌上轉圈圈的時候 你的椅子也會跟著轉 這就是4D的意思 有沒有聽了就很想吐 對了,Aja Nike給你破世界紀錄的 以最高時速126公里 在2分鐘內轉14圈 玩的時候真的要三思啊 我們順利的結束3個雲霄飛車 如果4個雲霄飛車都有運營的話 趕快去想最後一個 由於今天只有3個運營 我們就先去吃個飯吧 中餐我們就來試試看 披薩店Pizzala Express 下午應該比較不會排隊 這裡有富士山限定的好吃富士山Pizza 也有不同口味可以選擇 另外這家Pizza店也有自己的遊樂設施 Tonde Mina 大家可以看畫面左方 就是那個 吃完飯我們來到遊樂園富士山上 看看真的富士山 如果帶小朋友的旅客也可以參觀湯瑪士樂園 火影忍著牧業忍著村 絕對可以滿足火影你的需求 也可以搭乘園區內高50公尺的摩天輪 遠眺富士山以及近看富士急 現在時間4點半 我們前往鬼屋吧 真的很可惜鬼屋裡面不能拍攝 簡單來說你會進到一個醫院裡面 在世界最長900公尺的醫院裡面 花50分鐘探索跟背下 離開鬼屋天色也暗了 多數旅客已經慢慢回家了 我們在大家晚上7點8時離開之前 趕快把白天沒玩到的遊樂設施 看能玩幾個就玩幾個 大概6點半左右去個火影忍著牧業忍著村 吃個一樂拉麵 晚上應該比較不需要排隊 這裡的味噌拉麵還原的火影忍著裡面 名人他們吃的拉麵 好了 我們真的要去趕車了 但你還是可以在碩果僅存的時間內 在卡斯伯和麗莎小鎮 幻幻買紀念品 跟看看夜晚浪漫的園區 好啦 真的再不走就搭不上公車了 再見富士集